TVT富珍 那我就進到來記者會的現場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記者 他們現在都是全副武裝 我們現在就在等女神 全副真 來到記者會的現場 其實是我們的拷問 剛剛聽到工作人員說整個記者會的訪問環節 是15分鐘 然後我們這裡應該有超過30名的記者 猜猜等會我可以問到幾個問題 猜 猜一下 那Hebe會不會常常和小朋友自拍 因為其實你很有小朋友緣 前幾天你不是見到靖茹的兒子嗎 對啊 好可愛喔小帥哥 會不會常常跟小朋友自拍 會 因為跟他們拍照好療癒喔 然後現在的小朋友也很會用手機啊3C 所以你用自拍功能的時候 他自己都會擺好多種 搞怪的表情 很可愛 其實還是很好奇 因為其實網民常常會真的是很像 Hebe會PO很多的耳聞啊 或者更普 那你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現在知道網民們的期待 有 還好耶 我覺得有的時候我知道一般人都 對我有某一些的期望 可是在這些期望當中 如果我可以我們大家的心意 可以服務大家 讓大家開心 我是很樂意的 可是我還是會保守我自己的心 可是還是以自己開心 跟自在最重的 這是什麼劇 呃 不好意思說欸 很古老了 不好意思說 有多遠 多久遠 很久遠 剛上比賽 你說我們去參賽嗎 對 你沒有想要參賽 想要當評審 現在沒有進出計畫 因為也沒有專輯的 就是一個日期的計畫 然後也沒有延長的一個計畫 所以 只是一個沒計畫的 哈哈哈哈 好